电脑模拟器的示范例子 Crocody Technology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可以应用电脑模拟器 来快速地测试设计并加以改良 例如Crocody Technology软件 就可以用来模拟电子电路 如果要形象化,显示电路的组合 可以采用电子图像软件 组合的电路就会更加像真实的电路 利用电子图像软件组合的电路 可以像真实电路一样 开关和调校各种软件 而且还可以即时查到软件上的电流 和功率等资料 Crocody Technology还可以模拟多种不同的系统 如果要组合数码电子系统 可以选择数码电子元件工具列上的各种元件 包括逻辑输入、逻辑门、微控制器 集成电路和逻辑输出等 将不同的元件组合起来 就可以组成一个数码电子系统 例如这个是火警警报的模拟系统 利用功能表上的View 然后再勾选Logic Signals 就可以显示数码讯号1或0了 当感温器的温度升高 输出讯号就会由0改变为1 警钟就会操作而发出警号 这个系统应用了一个画门 所以可以有两种方法发出警号 另一个发出警号的方法是按下开关 警钟也会发出警号 Crocodile Technology软件 还可以模拟一些简单机械的组合和操作 在工具列上选择机械系统 然后可以选择工具列上各种元件 包括旋转机械、直线机械和电机机械等 将不同的元件组合起来 就可以组成一个机械系统 有一些元件可以用手柄来控制 将游标移到手柄 就可以转动或者移动该元件 有一些机械元件的特性是可以改变的 例如齿轮组的齿素 我们还可以加入电动机 发电机 和其他工具列的元件 例如电灯泡 电灯泡还会发光 Crocodile Technology软件 还可以模拟流程图的操作 在工具列上选择流程图 然后就可以选择各种流程图符号 包括开始、处理、选择、回路、输入、输出和指程式等等 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 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流程图了 如果要监察结果 可以加入监察器 如果加入微型控制器 还可以利用输出 来控制其他工具列的元件 按执行键 就不单只可以看到流程图的操作 而且可以在监察器上看到变量的数值 最后还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你看电脑模拟器真的非常有用 看电脑模拟器